在南非的開普敦市 一隻企鵝到當地的一家餐廳吃午飯 雖然服裝儀容都符合規定 但還是得不到應有的服務 博德海灘木屋是Simonstown當地頗受歡迎的一家餐廳 但不是每個要來吃飯的人都會事先定位 而且他們只服務一種客人 人類 這已經不是他們第一次拒絕服務他們族人了 服務生之前也有拒絕其他走進門的鳥群累過 來看看這段顧客拍的影片吧 這隻黑角企鵝看來是吃膩了魚蝦想找點新鮮的 但服務生卻毫不留情地用掃把牠趕走 看來牠也只能回家吃海產了吧